大家好,欢迎收看《初歌学投资》,我是李国庆 如果大家有留意财经新闻,相信会经常发现 人民银行公开市场操作,又或者易回购放水的报道 究竟这一个是什么操作,和资金供应又有什么关系呢? 公开市场操作,其实是人民银行调节市场流动性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 央行透过买入或者买出短期债券,去调节货币供应量,影响市场的流动性 回购交易分为易回购和正回购两种 亦回购是央行向商业银行买入短期债券 即是变相向银行体系投放资金,令到市场资金供应增加 正回购刚刚相反,央行向商业银行卖出短期债券 即是变相从银行体系回笼资金,令市场上资金供应减少 回购交易的特点是有时效性 操作期限有7日,14日和28日 正正由于资金的收放期限短,所以属于一个短期操作 令到央行更容易控制市场的流动性 回购交易操作弹性较大,亦方便人行因应市场资金 以及经济的短期需要,逐出未调 例如当央行认为短期市场资金偏紧 就可以透过易回购向市场释放短期资金应急 正因为这样,市场习惯透过观察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 去解读政府的短期货币政策取向 好像5月份那样,人行透过易回购操作 向市场正投放5,740亿元人民币 是今年以来最高的投放金额 由于市场资金充裕 支持了上证指数在5月份力搜2,800关 总结而言,透过央行的公开市场回购操作 可以看到政府对投放资金多与少的取态 有助初歌分析央行的货币政策 说明 ghost verbia! 问我可以怎会订阅 别保 MożE 看下 lion 大马马海 拍摄